比特问卷 哎呀我好生气 哎呀我要离家出走 就基本上是这种状态 冷你就穿衣服啊 天气冷也不是他造成的 所以你非常的敏感 前一段时间我就吃鸡蛋过敏 然后我跟我先生讲了 第二天早上他就跟我说 哎你要不要吃鸡蛋饼 我就看着他 我说我鸡蛋过敏 第三天早上他又问我 哎你要不要吃鸡蛋饼 他只是关心我要不要吃早餐 但是他偶尔可能会忘记 所以这就跟你要吃辣椒是一样的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要离家出走了 我要哭 作为女性 我们不仅仅要照顾自己的情绪 我们也要体谅丈夫的情绪和难处 但是我说你自我就完全是在这一方面 再加上说那个熊啊 那个花啊 那个抓娃娃啊 那个男同事啊 那个前男友啊 那个男朋友啊 你放在哪个男人身上 他听着他也不舒服啊 我一回到家里 我的天哪 到处都是别的男人的影子 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你们结婚这一年当中 你哭了多少次 我听起来你一直在哭 也许你遇到一个 给予你更多关注目光的男性 可能就可以收起你的眼泪 但是那样的男人 会有面前的这样的男人的那种靠谱和踏实吗 不见得会有 所以当我们拥有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去珍惜 就应该让彼此的生活变得更好 而不是嫌弃 不是用其他的男人来跟他进行比较 不是让那个蓝色妖姬摆在自己的客厅里 男生 他要什么 就稍微配合一下 给他买个熊 给他买树花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准备一个箱子 把那个熊花还有你前女友的睡衣全部打包 装进去 封起来 把过去所有的一切都阻隔掉 把现在和所有的异性 你的先生不舒服的部分全部阻隔掉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好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祖岩老师 我觉得你们的正节点在于 沟通方式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同时不理解对方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男生啊 女生对于你各种的情绪上的宣泄 这是一个好事 说明他对这段婚姻 你们的未来是有要求的 他希望能够做到哪些哪些 但是呢 在你看来 这么点小事至于吗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情绪化吗 因为他跟你沟通出现问题 说服不了你 所以他去放大这件事情 用过度的一种情绪表现来告诉你 这事很大 他肯定说过 别人的男朋友如何 对不对 有没有说过 别人的老公怎么浪漫 因为他想要啊 你为什么不给呢 这是你的问题啊 女生同样 当你把别人送给你的礼物 鲜花摆在家里的时候 你可曾想你也做错了呀 我们着急也不能不择手段呀 就如同我教育孩子似的 我说你看看果果 人家多好 人家的孩子多么好 那天我儿子跟我说 那果果他爸还比你好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知道别人的女朋友怎么做的吗 你在说别人家怎么样的时候 你潜台子你给自己推责了 好像都是他的问题 你没有问题吗 同样也有 对不对 你对这份爱情是有期望的 当然好啊 但你怎么去做呀 只能通过哭闹吗 只能通过跑来表示吗 也不是 把情绪啊收起来 互相去聊一聊 解决沟通方式的问题 问题 不会成为今后的问题 而且能成为今后幸福之路的 最好的动力 就这样 女生 只要结婚了 日子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既然你选择了婚姻 你就要学会两个人 共同面对所有的事情 可是你应该看看 你自己怎么做的哦 你还像单身一样的随性 我想要花 我老公没送我 好 我收益性朋友的 这像是一个婚姻中的状态吗 既然你说的这个男人 靠谱给你踏实稳定的感觉 你也觉得自己 是年龄该进入家庭生活了 那真的不能随性 否则你结婚干嘛呢 我觉得你的种种表现 在我听起来 是对你的丈夫 对你的婚姻不够尊重 他给不了你的浪漫 你从别的人身上 尤其是异性朋友身上 去索取 那是你作为妻子的 不称职 不要再去挑剔地要求 他有多浪漫 有些男人的浪漫 就是回家给你做饭 有些男人送你花 不代表他爱你 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 刚才你先生在场上 说了三次至少 说我老婆哭 说是不是嫁错人了 你知道这对一个男人 对一个丈夫来说 是多大的伤害吗 如果他每天说 我是不是娶错你了 你能承受吗 自己承受不了的 不要让对方承受 自己不接受的 不要失于别人 丈夫我想说的是 其实你在婚姻当中 也没有做太多 积极的功课 其实我听到的 很多你的行为 也是一味地惯着 让着 允许他离家出走 允许他这样那样地 跟你发脾气 不是说所有的婚姻 在一起 我们就能过一辈子了 婚姻是要经营的 经营不好 今天是吵 明天是闹 后天有可能就是 分手的结果 希望你们不要闹到 那样的结果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离家出走 可以说是骄纵 把前男友的礼物 放在家里 可以说是糊涂 但我单单要跟你说 送花这事 这个男生知道 你结婚了吗 知道 一个男生知道 你结了婚 还要送 你觉得他什么意思吗 他明明知道 你是有夫之妇 还要送你蓝色妖姬 说白了 就是不顺重 你居然 敢把花 带到家里了 一般的女生 不敢做这个事 再加上你开始说 在白酒之前 你有三次后悔 你心里就是一个字 亏了 嫁给这个男人亏 这个男生 最大的错误 就在于 没有原则的包容 他没有把你那花 扔出去 就算是尊重你了 你还有什么好意思 在这哭的呢 你就想清楚 你到底要什么 你不要要了靠谱 反过来又要浪漫 你怎么会接受 那个花放在家里 我特别不明白 这个事 我觉得你 前男友的东西 没扔 那是过去的事 他忘记扔了 不是别人送的 我觉得这还说得过去 你怎么能接受 别的男人 送代表爱心的花给他 还放在家里 我要扔他 不让他扔 他就说 我挺喜欢这个花的 然后就是说 你把它扔了 我马上给你再买一束回来 代替这个不就行了吗 我刚才也说过 他但是觉得 这个花挺好看 我们是普通朋友 啥的 如果我扔了以后 他又会 特别生气 我就怕他生气 你的优点啊 是承受能力好 你的缺点 是你的承受能力太好 你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可能太太了 你还好意思 还说 你要记住一条界限 我怎么灌 是我的事 但是 如果在我身上 得不到的东西 要从别的异性身上 就得到 这我绝对不能容忍 你这种原则底线 一定要把握住 所以我觉得 你们应该 好好地潜心地谈一次 与其哭 不如把自己的真心话 说出来 这个男生 固然会改变 他可能会变得浪漫一点 但不会变化太大 你能不能接受 你自己想清楚 就这样 我希望在 稍后的时间里面 你们可以开诚不公 时间很短 总结和组织一下 自己最想说的话 好吧 今天可以在我们 这个节目当中 借助这个节目 借助老师们的这种 在场 你们可以把自己心里 最底线的东西 晾给对方 就当是一次 常谈的开始 或者是一次磨合的开始 好吧 来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们在一起 将近三年 两年度过 一路走来 这么挺不容易的 现在咱们都结婚了 我希望就是说 你能改变一些 然后多 站在我的角度上 考虑一些问题 我也会试着去改变 希望你以后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婚姻毕竟是两个人的事 希望我们多沟通 因为我当初都下了多大的决定 跟你走在一起 然后当时都不顾父母的反对 我毅然的就觉得 你就是那个对的人 我就跟你走在一起了 但是 我觉得我俩结婚才多长时间 我就觉得 就出现了这么多的矛盾 我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都学会了做饭 学会照顾家 我都切断了好多朋友的联系 但是 我觉得 需要我来考虑一下 哎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回 好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式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请开门 亲爱的 我们以后好好等 我希望你能多理解我 会的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见证始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